除了人类,地球上出现过其他文明吗? 最近,一些新发现颠覆了人们的认知,诸如巴西发现的数亿年前的核反应堆,恐龙时代的人类化石足迹等。 这些发现推断出一个惊人结论,史前存在着非人类的文明,人类并不是唯一在地球存在过的文明。 地球形成已经四十亿年了,所以之前能发展出其他智慧生命一点。 也不奇怪。 那么,这些文明去了哪里呢? 或许,这些智慧生命以人类无法感知的形式存在着,或者,这些智慧生命预测到了地球会出现毁灭性的灾难,早早地迁移到了其他星球。 面对如此种种,人们不得不思考,就像恐龙时代的小行星撞击地球,未来地球总有一天还是会出现毁灭性的灾难的。 那么,到时候,人类该如何才能延续我们的文明呢? 你好,欢迎来到天天读书会,今天为您解读的书是人类的未来。 本书作者加莱道雄是美籍理论、物理学家。 本书中依据当前的物理发现,详细分析了移民到其他星球的考验与可能性,比如怎样寻找合适的外星移民地点,怎样在茫茫宇宙中旅行,以及怎样在宇宙中生存。 书中,加莱道雄将以科学理论为基础,为我们提供一些应对之策。 在他的设想下,人类的宇宙文明将会经历三个阶段。 首先是在太阳系中移民火星成为跨星球文明。 第二阶段将飞向宇宙中的其他星系,成为跨星系文明。 而在第三阶段,人类将会对宇宙的终局发起挑战,通过前往平行宇宙的方式成为永恒的文明。 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这位顶级物理学家的视角来审视人类的未来。 第一阶段,火星移民 俄国的火箭之父齐奥尔科夫斯基曾经说过,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不能永远生活在摇篮里。 从地球这个摇篮走出后,人类最先面对的宇宙空间就是太阳系。 在太阳系内最适合移民的星球就是火星。 为什么是火星呢? 因为它离我们足够近,而且火星环境温和得多,火星上有大量的冰,只需要向地下挖几米,就能找到。 足够近,且环境相对适宜,人类可以把火星作为在茫茫宇宙中的第一个落脚点。 那么,我们怎么去火星呢? 以目前的载人飞船技术来看,乘坐阿波罗号去月球只需要三天,但是去火星的旅程单程就要九个多月,一次完整地往返,要花费两年时间。 在漫长的飞行旅程中,太空的强辐射与闭塞的生存空间会对人的身体与精神产生严重影响。 长时间的失重也容易造成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等太空病。 俄罗斯宇航员波利亚科夫曾创造了在太空中生活437天的世界纪录,但是当他返回地球时,身体特别虚弱,甚至只能爬出太空舱。 所以为了火星移民们的安全与健康,要尽可能缩短飞往火星的航行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更先进的火箭。 衡量火箭性能的重要指标叫做比冲量。 比冲量是火箭的推力与火箭燃烧时间的成绩。 比冲量越高,火箭获得的总动力越大,最终的速度也就越快。 目前,大部分火箭使用的是化学发动机,这类发动机以液氢、液氧等化学物质作为燃料。 通过燃烧爆炸喷射出高温高压气体,推动火箭升空,推力最大的化学发动机可以达到450的比冲量。 但这一数值已经接近了化学燃料的能量极限。 想更快地飞向火星,就要开发比冲量更高的火箭发动机。 离子发动机是个不错的选择,所谓的离子可以理解为一种带电的原子碎片,通过电场可以让离子加速。 并从发动机喷射而出产生推力,这种发动机的比冲量可以达到5000,是现在化学火箭的10倍以上。 与只能燃烧几天或者几个月的化学发动机相比,离子发动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一次运行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所能获得的最终速度也更快。 理论上,离子发动机推动的火箭可以将火星之旅从9个月缩短到40天。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已经研究离子发动机几十年了。 他们预计在21世纪30年代,也就是十多年之后,就会使用离子发动机技术把宇航员送往火星。 在快速抵达火星后,就要考虑怎样在这里生活了。 既然我们的目标是移民,就不能只想着建几个小型空间站,而是要切实地计划如何在这里长治久安。 以现在火星的环境,人类想长期生存基本不可能。 这里的大气几乎完全是二氧化碳,而气压只有地球的1%,气压越低,液体费点也就越低。 只要人类暴露在火星大气中,血液就会开始沸腾。 再有,火星表面十分寒冷,地表平均温度是零下63摄氏度,水只能以冰的形式存在。 要想让人类在火星安居乐业,就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书中指出,最彻底的火星移民策略是在火星大气层中引入大量的温室气体,从而改造火星气候。 这个方案听起来科幻,但可行性却很高。 在火星引入温室气体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可以提高火星大气密度, 使人们不用穿厚重的太空服,只需要佩戴简单的呼吸装置和防辐射服,就可以在火星上活动。 第二,温室气体带来的温室效应,可以提升火星温度,从而让冰转变为液态水。 那么去哪里找这么多温室气体呢? 科学家们打上了泰坦星的主意。 这颗星球是土星的一颗卫星,上面含有丰富的甲烷,甲烷保存热量的能力比二氧化碳强二十倍。 如果我们能用飞船把泰坦星的甲烷运到火星,这些温室气体将会捕捉太阳光,稳步提升火星的温度。 当然,火星与土星的距离也挺远的,也可以就近捕获一些小行星。 很多小行星上含有丰,这也是一种高效的温室气体。 我们要做的是等待小行星靠近火星,再通过一定的方式,比如核弹轰击,让小行星改变轨迹,从而被火星的引力捕获。 然后,这些小行星就能将自身携带的温室气体释放到火星大气之中。 科学家计算过,只要将火星大气的温度提高六摄氏度,就可以让一部分冰开始融化。 而这些冰的融化又会释放出被冻在冰层中的二氧化碳,从而进一步提升温室效应。 也就是说,这将形成一个正反馈过程,火星的加热会自发持续下去。 咱们前面也提到了,火星上有大量的冰,特别是在两极地区有大片的冰盖,如果温度升高,将这些冰盖完全融化,那么所得到的液态水,足以在火星表面形成深度十米以上的海洋。 火星变得温暖,液态水形成海洋,而火星的土壤中也含有美、钠、钾等养分,温度、水、养料都有了。 移民们就可以开始种地了,种什么也很讲究。 有生物学家就想利用基因改造的方法培育一种新型海藻。 这些海藻能在寒冷、稀薄、富含二氧化碳的大气中茁壮成长,并释放大量氧气。 在这些特种植物的帮助下,我们就可以逐步改善火星的大气成分。 这就是人类的火星移民之路,那就是驾驭离子发动机火箭奔向火星之后, 通过引入温室气体,改造火星气候,再种植植物,释放氧气,最终将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 当然,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许要用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让火星的气候变得适宜,不过这值得等待。 一旦火星改造方案取得成功,我们就可以把这套经验复制到更多星球上,在宇宙中改造出一个又一个新地球。 第二阶段,成为跨星系文明 移民火星只是人类宇宙之旅的一小步,太阳系里的移居地点也十分有限。 除了火星之外,其他的几个太阳系行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问题与缺陷。 想要找到更多类似火星,这样适合生存和改造的行星,人类的目光要望向太阳系之外。 这也预示着人类将进入宇宙移民的第二阶段,也就是飞向宇宙。 在这一阶段,人类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怎么在茫茫银河中找到合适的行星,以及怎么穿过光年级别的距离到达那里。 行星本身并不发光,所以很难直接观察到它们。 那我们要如何发现行星呢? 天文学家会使用各种间接的方法来发现宇宙中的行星。 其中,最常见的是眼星法,这里的眼是掩盖的眼。 我们知道,行星都要绕着特定的母恒星运动,比如地球的母恒星就是太阳。 虽然行星不发光,但是它的母恒星却持续地发光发热。 每当行星从母恒星前面穿过,就会遮挡部分光线。 如果从地球上观察一颗恒星的亮度,它可能会呈现出周期性的变暗。 而这种变暗就表明它是一颗行星的母恒星。 通过分析这种光线的变暗,我们就能判断哪些恒星的周围存在着行星。 这也就是所谓的眼星法。 一颗地球大小的行星会使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发出的光减弱万分之零点八。 这个变化就像一个蚊子从车灯前飞过时的光线变化一样。 那好在我们仪器足够灵敏,可以捕捉到这些行星的蛛丝马迹。 NASA曾经发射过一个名为开普勒的太空望远镜。 这台一吨多重的大设备就是通过眼星法发现了几千颗太阳系之外的行星。 在人类已经发现的众多行星中,最著名的也许要属比林星币了。 比林星是除太阳外离地球最近的恒星,距离我们4.2光年。 2016年,天文学家发现有一颗行星围绕着比林星运动。 这就是比林星币。 它比地球大30%是已知的离太阳系最近的行星。 更重要的是,比林星币的运转轨道是在母恒星的移居带内。 也就是说,它与母恒星的距离不远不近,既没有高温制考的危险,也不至于温度太低。 所以,比林星币又成为另一个地球的可能性。 它显然是一个潜在的跨星系移民目标。 知道了可以去哪儿,那我们该如何到达这些光年之外的行星呢? 即使是在前面提到的离子发动机,火箭要去往比林星币可能也需要几千年。 所以,咱们得有一艘更强大的星际飞船。 为了实现光年级别的星际航行,加莱道雄在书中提供了一个方案,那就是建造反物质火箭。 反物质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是普通物质的对立面。 比如普通电子带负电,而反电子带正电,普通质子带正电。 而反质子带负电,反物质最大的特性就是当它们与普通物质碰撞时,就会发生湮灭,放出巨大的能量。 在这一碰撞中,释放能量的效率可以达到惊人的百分之百。 相比之下,核武器的能量效率只有百分之一。 反物质火箭的设计原理也很简单,就是将反物质储存在特制容器中,通过将反物质与普通物质混合发出大量能量,从而推动飞船。 反物质火箭比冲量能够达到一百万到一千万的级别。 有人估算过,九千克反物质发生湮灭所产生的能量能将一吨的飞船加速到光速的百分之十。 以现阶段的人类技术来说,我们已经有能力造出反物质了。 早在1995年,欧洲核子研究室就造出了反氢原子,在这个原子中,一个反电子围绕着一个反质子运动。 不过想要利用反物质推动火箭,还需要克服很多问题。 首先就是反物质的产量太小了,目前反物质只能用一种名为粒子加速器的超大型设备来制造,每次能造出的反物质数量,也都是原子级别的。 科学家就曾说,如果我们把制造的所有反物质聚集起来,湮灭,也只够点亮一个灯泡几分钟。 真正想象实现用反物质推动火箭需要千克级别的产量,而且粒子加速器的制造和运行成本极高。 反物质的价格也是令人折舌。 以目前的生产手段,一颗反物质的造价要70万亿美元。 想要为星际飞船积累足够的燃料,即使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也要破产了。 不过也有比较乐观的估计,随着技术进步,我们有望把反物质的价格降下来,降到一颗50亿美元。 除了产量和成本,反物质的储存也是一道坎。 考虑到反物质一旦与普通物质碰到,就会发生爆炸。 如果使用普通的瓶子存储反物质,相当于是造了个大炸弹,于是人们设计了一种名为彭宁陷阱的设备。 它的内部可以产生磁场,让反物质悬浮在真空中,从而防止反物质与容器接触。 虽然困难重重,但是反物质火箭是人类开启星际旅行的希望,一旦有能力实现光年尺度的航行,我们就可以抵达一些极为遥远的星球,甚至飞出银河系,飞向更广阔的宇宙,从跨星球文明,发展为跨星系文明。 科学家们相信,当文明进入这一阶段,人类将不再有能源危机和资源短缺的困扰。 小行星撞击,火山喷发,甚至恒星熄灭,也顶多是对局部的人类分支产生有限的影响。 我们目前能够想象到的所有灾难都无法摧毁人类的文明了。 此时我们要面对的唯一敌人将是死亡。 这里不只是人类个体的死亡,也包括整个宇宙的死亡。 人类如何实现永生 如何超越人类以及宇宙的寿命极限,让人类文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永恒呢? 想象一下,你要去一个遥远的星系出差,而你的目的地离地球数千光年,即使用反物质推进的星际飞船也要几万年才能抵达。 对于跨星系文明来说,这将会是家常便饭,因此足够长寿,对于星际生活来说,十分必要。 为了克服星际旅行的漫长时间,学者们提出了很多方案,比如通过急速冷冻的方式把人动起来,让细胞休眠,到了目的地再解冻。 现如今,已经有公司可以提供人体冷冻的服务了,只不过尴尬的是,还没有公司能够提供唤醒服务。 这些冷冻者最终能否被唤醒仍是个未知数。 另一种热门的方案,就是把人改造成半机器人,只要按时更换零件,就能保持身体机能。 当然,最直接的方法还是让人避免死亡,获得永生。 死亡的本质是身体细胞逐渐衰老并丧失机能。 目前学界有一种流派,打算从细胞层面入手,来实现人类永生的梦想。 而让细胞永保青春的秘密,可能藏在端粒之中。 细胞中存在着记载遗传信息的染色体,在染色体的顶端,有一小段DNA和蛋白质的复合体,就是所谓的端粒细胞。 每分裂一次,染色体也跟着分裂一次。 这个过程中端粒会不断缩短,当端粒变得非常短甚至消失时,染色体就会发生崩坏,细胞也随之开始衰老甚至死亡。 为了让细胞保持健康,有科学家将希望寄托在一种叫做端粒酶的物质上。 端粒酶可以对端粒进行修复和延长,从而避免细胞分裂所带来的端粒损耗。 有研究发现,将特定的细胞沐浴在端粒酶中,它们的分裂次数大幅增加,细胞的寿命也大大延长。 虽然很多研究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但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永生的一线可能。 除了肉体的永生,还有另一种永生方式叫做数字化永生。 通俗来说,就是把我们的意识上传到电脑,从而摆脱肉体的衰老。 而为了提取人类的意识,美国正在开展一项名为脑计划的研究。 人类的大脑包含一千亿个神经元,每个神经元又与大约一万个神经元相连。 脑计划的目标就是,一个细胞一个细胞地绘制出这些神经元的连接结构,从而将整个大脑数字化。 也许在22世纪,我们可以拥有一幅完整的大脑地图,它将包含我们所有的记忆、情感甚至个性。 有了这幅地图,我们就能把自己的意识在电脑中绘制出来,并把它变成一股信息流。 而信息能够通过激光束的方式进行传输,到时候你的意识将会骑着一道光,一秒钟就能到月球,几分钟可以到火星。 四年左右你可以参观4.2光年外的比林星。 更重要的是,根据相对论的推导,在以光速飞行时,你自己的时间是静止的。 从你的角度看,这次旅行将会是瞬间完成的。 一旦你的光束到达遥远的目的地,其中的信息就会被下载到一个机器人中。 藉由这个躯体,你能畅游任何一颗星球。 这种激光传送意识的方式可能是到达遥远星球最方便快捷的途径。 在未来,也许我们会建起一条巨大的激光传送高速公路。 每当在我们仰望星空,会看到数万亿个灵魂正在星辰间穿梭。 无论是延长细胞寿命,还是意识数字化,这些科技的发展,让很多人乐观地相信,人类终将摆脱死亡的阴霾。 然而,不只有人类会死亡,我们身处的这个宇宙其实也有着寿命极限。 数百亿年后,宇宙会以怎样的方式谢幕? 第三阶段,成为跨宇宙文明 学者们有很多猜测,有人认为宇宙会逐渐冷却,所有的恒星不再发光。 随着全宇宙的温度降到绝对零点,所有的分子都停止运动。 在另一种可能的结局中,宇宙会渐渐收缩,恒星相互靠近,温度急剧上升。 当所有的物质挤压在一起时,将会再次上演开天辟地的大爆炸。 在面对宇宙终结之时,渺小的我们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吗? 其实不然,我们或许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前往平行宇宙。 物理学家推测,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宇宙之外,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宇宙,也就是平行宇宙。 只不过这些宇宙的物理定律可能跟我们的相同也可能不同。 平行宇宙的概念充满了想象力和可能性,因此也成为了科幻作品中常出现的元素。 在很多电影或小说中,进入平行宇宙的目的是拯救世界或者营救心爱之人。 但实际上,平行宇宙的价值更加宏大,因为它能帮人类逃离当前这个宇宙的终极命运。 加莱道雄相信,平行宇宙是存在的,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抵达那里。 这就要借助虫洞作为我们的逃生通道了。 虫洞这个概念最早由物理学家路德维希·弗莱姆提出。 在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与纳森·罗森又对虫洞理论进行了完善。 因此,虫洞也有另外一个名称叫爱因斯坦·罗森桥。 那么虫洞到底是什么呢? 起初它被认为是宇宙中连接两个不同时空的狭窄隧道,通过虫洞,我们能够瞬间进行时空转移。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虫洞还是连接平行宇宙的电梯。 想象一下,把两张纸彼此平行地放在一起,然后用铅笔在纸上钻一个洞,把它们连在一起,这两张纸就是两个平行宇宙,而虫洞就如同这个铅笔钻出的洞,沿着虫洞我们就可以进入到另一宇宙之中。 不过,想要开启虫洞,实际操作起来可没那么简单,我们至少要掌握普朗克能量。 普朗克能量被认为是单个粒子所能达到的能量上限。 在数值上,普朗克能量等于10的27次方电子伏特。 但是要注意了,要想打开虫洞,我们必须把这些能量集中到宇宙中最小的粒子上。 根据学者们的推测,只有宇宙大爆炸或者黑洞的中心能达到这个能量规模。 那么,人类该如何让粒子达到普朗克能量呢? 还记得,在讲反物质时,我们提到的粒子加速器吗?我们可以用这个设备来试试看。 现在,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坐落在瑞士日内瓦附近,地下一百米深处。 它的组成包括一条周长27公里的圆环形管道,以及周围环绕着的巨大磁场。 人们把粒子注入到抽成真空的管道里,然后耗费相当于整个日内瓦的电量驱动磁场,让其对粒子进行加速使用。 这个有史以来最宏大的科学装置,人类能让粒子达到的最大能量却只有普朗克能量的一百万亿分之一。 显然,我们还差得太远,如果人类的文明足够先进,也许能在太空中建造一个太阳系大小的粒子加速器。 因为外太空的真空条件比地球上的任何真空都更好,所以这个超级大的加速器根本不需要管道,它所需要的只是沿着设计好的路线,精心布置一系列巨大的磁场站,让粒子树沿着环形路径持续运动。 你可以想象成粒子在参加一场接力赛跑,当它们经过磁场站时,这些粒子就会被磁场加速,并进入下一个磁场站。 于是会有越来越多的能量注入粒子树中,直到它到达普朗克能量。 我们将这些能量集中在一个点,就能打开一个影响平行宇宙的虫洞。 能够开启虫洞,也就意味着我们有了开启平行宇宙的钥匙,当然,只有钥匙还远远不够。 仍然有很多关键问题需要学者们去解决,比如怎么维持虫洞的稳定,如何让虫洞通向适合我们的宇宙等等。 不过此时的我们还是可以大胆地畅想一下,通过虫洞,我们可以选择进入一个年轻的新宇宙作为家园。 在这个新宇宙中,原子可以稳定地存在,恒星可以形成新的行星系统。 如果真能如此,那么当下这个宇宙的死亡并不是结局,反而是另一个全新故事的开始。 人类在成为宇宙文明的发展中,暗藏着一条主线,就是我们可以利用的能量越来越多,从化学火箭到离子发动机,从反物质到普朗克能量。 有了能量,我们的脚步就能达到更远,从太阳系到银河系再到宇宙的尽头,甚至抵达平行宇宙。 人类的文明跨越星球,跨越星系最终成为永恒,这将是一幅难以想象的宏大图景。 到这里,人类的未来这本书就解读完了。 听了这本书后,你有什么收获或感想呢? 欢迎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别忘了分享给自己的家人或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